要炸天?海湾国家石油多不差钱,军费大幅增长将与中国持平。 近年来,海湾地区国家局势不稳,冲突不断,大国如沙特、土耳其等纷纷都有地区大国霸主之雄心,发动战争,挑起代理人内战,而一些小国则或因国内或因国外问题陷入战乱,主动寻求大国支持,这就引起了海湾国家军费开支的急速上升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,未来五年内,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军费开支可能达到1170亿美元,这一数字已经接近中国的军费总开支。 传统意义上的海湾国家指的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组织国家,包括巴林、科威特、阿曼、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、阿联酋。 其中沙特是海湾地区最大国家,也是地区霸主雄心最盛,军费增长最多的国家。 沙特现在借助于自己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,游走在中美俄之前,武器装备博彩众家之常,土豪的不行,虽然战斗力总是差那么点意思,但在海湾地区已经无人可敌。 而科威特、阿曼、卡塔尔等几个国家一边坐着沙特的附庸,一般和美国眉来眼去,期待着能够靠美国制衡沙特,不至于让自己被沙特吞并,但是其内政外交权力很大部分是受到沙特的重大影响。 在沙特出兵赴也门参战的情况下,他们也纷纷派出军队,导致本国军费激增。 检视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,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,GCC,国家的军费正字以每年6倍的增长,这个速度快得令人炸舌。 检视房屋说,今年6%的增长预计会放缓,但未来十年的增长率每年可增加3%至4%,这意味着2019年海湾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。 如果未来出现油价大幅上涨,我们可能会看到进一步的增长,或者至少会有更多的军备采购活动。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,海湾六国国防采购增加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, 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军队参与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,这些军事行动无法短期内见效,随着长期化不可避免, 六国军事装备采购、情报收集和战斗机数量,维护保养,后勤消耗正在增加,呈现不可逆趋势。 特别是,自去年六月以来,沙特阿拉伯、阿联酋、巴林和埃及对不听话的塔塔尔实施了联合封锁, 也导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试图加强军事能力避免, 一旦有时能够拉出来立刻实现政治目标。 检视预测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国防开支将在未来五年持续增加, 到2023年可能达到1170亿美元, 这些军费开支主要用于军购, 美国和欧洲提供了海湾国家获得的所有装设备的约95%, 即美国就占了过去五年所有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,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不舍得放弃沙特市场的原因。 实际上, 近年来,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开始关注其他供应国, 如俄罗斯、中国、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军事装备, 避免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被美国和欧洲给要挟住。